那麼第一個AIT 說因為好像柯文哲或是他們 原來有打算要到美國去拜訪 現在還去不去 就不能去 所以AIT聽說是有來關切 到底是怎樣 另外這個產經新聞 說柯文哲是全黨 以前是一人 這個支持全黨 現在全黨挺一人陷入危機 等於是大家都挺柯文哲 外面也估計民眾在立院 造王者不帶 就是說八個人 你不要看八個他瘋瘋瘋瘋瘋 他加在這邊這邊過半數 加在那邊那邊過半數 那這八個人裡面後面的 引武者造王者是 就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不在了 這八個人造王者的影響力也沒有了 這外媒看 另外外媒說像是莎士比亞大西 莎士比亞劇場會高潮跌起 說變來變去變成這樣子 另外也有外媒說 這是一個政治怪人 恐怕引發史上最大的醜聞 因為200億是很多的錢 通常也很少 就搞到200億這麼大的錢 所以都不一樣 好 那麼媒體 像聯合報就說藍白應該 聯合來抵抗國家的機器 另外黃國昌也說 柯文哲對追殺他 其實已經知道了 另外柯文哲在 在羈押之前接受日經亞洲的採訪 他說賴政府是獵巫 而且羈押了帶也不符合人權 他不是在那邊睡了兩夜三夜 他說那個太差了 另外陳佩吉也哭 說國家怎麼會變成這樣 不過陳佩吉說他昨天沒哭 可能之前的 黃珊珊開車帶他回去 民眾黨說他們要全國開獎 要抗議司法濫權 雖然你把柯文哲關起來 也不能夠摧毀柯文哲的意志 而且吳宜軒也說 他們知道對抗的是賴清德 對抗賴清德的新黨國主義 看一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歷經好幾輪司法攻防 最後還是遭到羈押禁見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在五號確定羈押前的直播記者會上 痛批民進黨把檢調當成打擊異己的工具 從A案到B案到C案一路下去 裸之罪名 目標就是要把柯文哲關起來 黃國昌點名幕後黑手 就是民進黨主席總統賴清德 還預言他絕不會罷休 黃國昌呼籲小草 打破民進黨的新威權主義 進行一場長期抗戰 遠離台北是非之地 賴總統和國防部長顧力雄 六號一大早就飛到澎湖 視察陸軍澎湖防衛部防空連 DMS雙聯莊刺針飛彈系統操作任務 接著還到海軍一四六艦隊 續免辛苦的官兵弟兄 針對柯文哲事件 外界質疑聲浪不斷 賴總統在稍早接受媒體專訪時 便強調司法獨立行政不干預 拒絕討論個案 民進黨也宣布九月八號台北 濟南路要開獎這地方很旁邊 南京怎麼看 我覺得對於民眾黨來講 好像是不得不有這樣子的行動 以免人氣很快速的就流散 但是我不覺得 它會造成有多大的效果 而且我覺得這是一個 還滿冒險的一種嘗試 如果說第一場的人 來得不是很多的話 那你接下來何以為計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他要考慮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與其用這樣子的形式 來號召這個群眾 我覺得他不如回到 民眾黨比較擅長的 不管是網路直播 或是用這些不同的形式 來跟這個小草 做一個更直接的交心 因為柯文哲這一次 他因為圖利的問題 然後現在被這個收押禁見 可是他更早的時候 他的人設其實已經崩壞了 就是不管是在 政治獻金的問題 然後他那個商辦的問題 那個對於柯文哲來講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對於小草 對於他的這個信賴基礎的 一個崩裂的一個開始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民眾黨 不能夠從過去柯文哲的人設 你現在你講的是 怎麼樣打倒藍綠高牆 然後藍綠都是垃圾 你怎麼樣的這個清廉 你如何的講究什麼公開透明 你如果不把這些破碎的 這個形象重塑起來的話 他的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的訴求 基本上還是流於一種就是 我就是盡量的 跟我自己的最核心的支持者 一個相濡以沫 他不能夠為民眾黨 現在已經是瀕臨崩解的 一個群眾基礎 產生一種黏著凝聚的力量 現在這個時代 已經跟民進黨那個時候 甚至於更早的黨外時期 你訴諸這個政治追殺 他已經不具備有那樣的基礎了 他對於國外的媒體 當然是訴求是政治追殺 因為這個最容易理解 而且國外的媒體也不會探究 事實上面的到底是 實際情形是如何 可是這個案子擺明了 你就是跟一個財團 你就是跟一個財團 你就是圖利這個財團 我覺得民眾黨要好好想一想 我覺得民眾黨倒不如 好好的想一想就是說 他們原先八個立委 不是兩年之後就要換另外八個嗎 我覺得這個做法在現在這種非常時期 是非常不恰當的 他們應該要鞏固住這八名的 立委在立法院的問政 好好的提出一些法案 在立法院反正會期要開始了 然後來加大他們的這個力道 我覺得這個可能 對於民眾黨來講比較有幫助 就郭文貴有些想法 真的不切實際的 他自己在想 譬如說立委幹兩年就去選舉 當然高華很特別的選上 是不容易的 因為在新竹那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國民黨後來也是支持了高華 一般來說不容易選上的 而且很多不錯的立委 陳婉惠很好 到宜蘭就不容易 你什麼賴香檸什麼都 蔡壁如都不錯 就很可惜兩年 美國的國會很多做三四十年 還在做議員 兩年就下來換一批人 兩年下來換一批人 這很可惜 好吧 這個博弈怎麼看 我覺得黃國昌委員 應該好好聽聽柯文哲的講什麼 柯文哲那16秒的錄影帶 希望他的支持者好好生活 快樂過每一天 所以黃國昌現在要求 全部小小站出來 全黨全國動員力去講 我先說一個重點 對於民眾黨的支持者 以我所瞭解到了 他其實不在意你 現在要他去講什麼東西 他也不想去聽你 他們現在只在意一個事情 就是剛剛如趙先生所講的 柯文哲可不可以把他是 清白的證據拿出來 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與其去 全國各地講這個開講 我就倒不如像陳佩琪講的 他說他最近不是要把他的 葬策 包括他的所有金流 包括存哲拿出來給大家看 證明他是清白的 我覺得這比較有用 因為現在小草的重點是 他的內心的信仰破碎了 因為他很相信柯文哲是清廉 他很相信柯文哲是乾淨 他相信他能夠帶來新政治 但目前的證據感覺不出來 所以民眾黨與其花很多時間 想用他們現在所知道的東西 去說服那些小草 倒不如趕快把根本的問題 解決出來 或者是甚至讓柯文哲 儘快的能夠不要被擠壓到一審 因為一審上面會有很多的攻防 柯文哲也許可以拿出 非常多的證據 來證明他的清白 來證明他是無辜 這些想法 這些精神支柱 我覺得才是小草現在 所需要看到的東西 而不只是你要去跟他們講一些 老實說他們已經不想去聽的 現在小草為什麼很多不來 是因為他們覺得 對柯文哲的那些想法破碎了 而現在如何重建支持者 對於民眾黨 對於柯文哲那以前的信心 我覺得才是包括了黃國昌 包括了民眾黨的共同應變小組 最需要去考量 而且最需要去做的事情 對 我們常常就忘掉了 之前我們現在只遭重在金華城 前面那個選舉經費弄來弄去 從那個時候開始大家就不行了 就已經有一點懷疑了 一個再接一個 一個再接一個 那如果加拿還有一些其他事情 就很麻煩 本來那個全民大劇團是邀了 柯文哲要表演的 表演的第一幕就是倒垃圾 因為他說藍綠都是垃圾 他要倒垃圾 而且據說那個劇裡面 有什麼都市都庚 就把他實際的 你看 我有看 他這個戲 柯文哲第一場的演出的時候 我就去看了 他在裡面 他就是演他自己 他就是台北市市長 然後他講的就是都庚 他那個就是個老舊社區的都庚 然後裡面也有 當然也有建商等等 但柯文哲當然沒有在這裡面 給他們20%的勇氣獎勵 沒有 柯文哲就出來 他就是扮演一個不關鍵的 超級的一個客串的角色 然後他在裡面也有唱歌 唱他們的主題曲 他那個主題曲就是這樣唱 就是說 真想把自己在拍名倒掉 就這樣 就真想把自己的拍名倒掉 我想柯文哲現在 大概也有很深的這樣的感觸 只是可惜就是說 人生不是戲劇 然後劇本你也沒有辦法 事先的看到 如果說這一切能夠重來的話 我相信柯文哲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藍白河的討論的過程中 一定會有一些 很不一樣的政治抉擇 但是沒辦法 你劇本已經走到這裡了 你接下來就還是要撐著演下去 對於劇團來講 這件事情本來就來得很突然 然後全民大劇團 因為他過去他們是做燜鍋 然後就是政治的諷刺的脫可秀 所以我常常都在笑他們就說 你看我們政治上面的世界變化 比你們劇本來的精彩很多 這也是要退票了 挑戰很大 真的 我真的想說 今年1月13號的時候 柯文哲有沒有想到就變成這樣 那個時候如果藍白能夠合約 不是表示一定會贏 但是有機會 一分我覺得就很難了 如果那時候真的能夠合 那如果柯文哲現在五夜夢迴 或是關在看守所會不會想說 當時如果合了 可怕今天情況就不一樣了 我不知道會不會 還是搞不好當選 他當選 當了副總統這些都壓過去 當然沒有 不能對現在總統副總統 是不能夠形式訴追的 要完了以後再說 完了以後 搞不好他要忘掉了 真的嗎 不是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一直認為是政治追殺 他們還是認為是政治追殺 所以你既然是政治追殺 如果你民進黨以前不常想 當選過關落選背關 他現在就這樣想 好 那麼柯文哲現在壓起來 民眾黨要不要有新的領導人 黃國昌過去是說 我不管民眾黨黨務 我只在立法院 我不管民眾黨 但是現在改口了 說現在黨面臨到這樣子挑戰 我不可能自身事外 不可能自身事外 換句話就要介入了 那另外黨裡面也有聲音 希望蔡壁如回來重整擊鼓 因為蔡壁如原來就跟著柯文哲 蔡壁如鬆口說 如果之後真的有需要 一定也黨部需求優先 但是黃國昌說 蔡壁如你不是台中市政府顧問嗎 公務人員沒有辦法參加政黨運作 因為他是公務員 是有心的 有幾職公務員 那再比如說 黨能不能從一人政黨脫胎換骨 這兩三個月是關鍵 說不能夠成也柯文哲 敗也柯文哲 不能都看他一個人 那另外這個再譬如說 他希望他當然他說他也願意 但是他也希望林富南能夠出來協助 臺灣民眾黨 那沒有提到黃國昌 所以也被這個輿論來說 到底怎麼回事 那另外黃珊珊也有人對他不滿 說因為他一天天陪著 貼著陳佩琪 說你既然被停權叫之所進退 一定停權你每天還在這個陳佩琪 旁邊幹什麼 所以現在看起來他們是說雙簧之爭 黃國昌跟黃珊珊 真的暗潮洶湧嗎 黃國昌說你們那種挑撥我們 不會有用的 我們不會被你們挑撥的 那不過他們全國開獎的第一場 說雙簧也沒什麼互動 那說民眾黨裡面暗潮洶湧 王惠是真的嗎 暗潮洶湧嗎 是 我們這討論很熱烈 都暗潮洶湧 怎麼沒有看到你的名字也出來 競爭一下 我自己現在其實是加入緊急應變小組 我想前陣子我在媒體上說的話 也非常的多 那我自己在緊急應變小組裡面的觀察 先講黃珊珊現在被停權 所以他當然不能夠在緊急應變小組裡面 幾個人 裡面應該差不多十幾個人有 那成分大概是中央委員 中評委還有我們地方主委 當然很重要就是秘書處 立委不分級立委不在 他們就是中央委員的身份 大概就是用這幾種身份在裡面 大家共同運作這樣 那黃珊珊因為他現在停權 所以大家會討論非常多 好像他就緊貼著這個佩琪醫師 我想這段時間大家都在忙 這個黨中央發生很多事情 發射跟柯文哲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黃珊珊他是自己找到一個角色 去站在那個地方 至於之前大家討論 是不是因為貼在他旁邊就表示他信任他 這個我上次就表達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這段時間我覺得 大家很喜歡討論 到底有沒有要回黨中央 有沒有誰 有沒有要選代理黨主席 目前看起來就是沒有代理黨主席這一題 就是用緊急應變小組 統一的大家一起來做一個 就是共同決策 目前的方式是這樣 那碧如姐現在確實 因為他就是有一個這個市政府顧問的 一個角色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的溝通管道 還是非常暢通 但是他要實際加入到這個小組來運作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這樣的跡象 因為他還是要顧及到這個魯媽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因為一定還是有很多議員 會趁機去講一些什麼這樣子 但是我想那一天 禮拜天的活動的時候 碧如姐也到現場 也表明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時候就是要需要團結 這是我目前看到黨內氣氛 我覺得有人形容叫做史上最團結 我們現在這個緊急應變小組 大概就三個召集人 就是黃國昌 然後那個李偉華跟林富男 那老實說 碧如姐又把富男兄特別拉出來 他就是我之前講的 就是負責主持會議的人 目前的運作 曾說過不管黨務的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在自家主席柯文哲 積壓禁見後 近來已主導緊急應變小組 而接下來在主席不見有兩個月 是否作為已成主導黨內決策的新共主 民進黨下台 八號晚上的小草挺科集結活動 民眾手上揮舞的是印有黃國昌的扇子 認為說在那邊 如果大家有需要有扇子的話 那這些志工他們自動自發的 去提供扇子給大家扇 不用在政治上面做這麼多過度無謂的揣測 否認藉此擴大個人聲量 不過民眾黨面臨群龍無首 身為元老的蔡壁如 現身晚會高喊這句 我的標題叫做 疾風之盡操 一上臺小草歡呼聲不斷 這魅力黨內也有人期盼 蔡壁如能北上重整旗鼓 不過他強調目前不具備資格 但倘若之後黨部真的需要他 身為黨員一定以黨部需求優先 在追問黃國昌略顯不悅 是否怕話語權及地位不保 因為在應變小組的召集人林富南 同樣也是呼聲高的代理黨主席 點兵點將沒提到黃國昌 民眾黨內各自壓制滑水 外界就等是誰來承接領頭羊 現在目前民眾黨遇到的問題是非常嚴峻 因為剛剛前面我們在談 我簡短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康哥講到阿扁 觀眾朋友知道嗎 2008年5月20卸任第一天特政組開始動 因為總統不能動 行事豁免 開始動了以後一直到八月 阿扁主動退出民進黨 他就登出了 我開始要面對我的官司 雖然剛剛看到上一段是 這個黨團的幹事長是賴清德 他聲援這個陳瑞扁 可是黨中央蔡英文路線是跟他開始做切割 然後到十一月十一號被上靠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他中間一度是因為周戰村的 那個法官認為說 他就已經降了 因為不會逃亡 他是前總統 讓他無保請回十幾天而已 換這個蔡守遜上來之後 他就開始壓 壓了七百一十八天 壓完以後確定好幾座有案 往後再關十一年 所以根本就沒有再出來 那柯文哲這個主席現在目前的狀況就是 要為自己爭取清白 兩個月他只是起跳 兩個月還可以再兩個月 而且之後呢 之後現在不是 李文中不是已經被轉被 高兩百萬人交保 這是政治現金案 北四科也在調查 如果市場南港BOT 如果是像他跟北岸有點像 一案接一案以後 你怎麼知道他會這個 被司法糾纏多久 第二個我剛剛舉的例子 除了阿扁之外 我講馬英九 這個是一個好的例子 即使他被司法糾纏 兩千零七年二月十三號那一天 馬英九被起訴特別非安 他是黨主席 當天他宣布辭掉黨主席 宣布參選總統 後來他當選總統 所以黨主席被司法糾纏 這個階段 適度跟黨切割 是在保護這個黨 那民眾黨 我今天講這個話 一定被很多民眾黨的支持者 可以批評 可是當評論員就要敢講 民眾黨是怎麼面對這個事情 司法糾纏 我們就講那高華安被起訴的時候 他是辭掉黨務的 被一審判有罪的時候 講說要不要開除 我們再談 第二個李文中跟端木正 因為政治現在沒有處理好 鍾平會就將他們兩個給開除 他們現在有罪嗎 有被收押嗎 沒有啊 那李文中端木正為什麼開除黨籍 對黨的聲譽受影響 好再講這個黃珊珊 黃珊是連調查都沒有 到現在有人講說 怎麼都沒有約談黃珊珊 他也停權三年 所以當黃國昌也已經公開 在節目上面講 剛剛在潛秋節目裡面講 他有講 百分之百 他認為會被起訴 所以當柯文哲主席 如果對民眾來講 不是個好事 當柯文哲被起訴的那一天的時候 要不要做處理 那如果都不處理的話 就是一個綁死柯文哲的民眾黨 現在目前民眾黨看起來 不知道怎麼辦 那一天晚會 禮拜一天 今天禮拜二 前天晚上在那個 其實還蠻明顯的 就好像變周宇修跟蔡壁如 兩個一起登臺 那館長跟黃國昌 那黃珊珊他跟陳佩琪是很好 你怎麼都分那麼多路呢 那你去講說蔡壁如什麼 陳佩琪上台是梅蘭姐 是啦 我是說接送的司機 就是黃珊珊 每天看到他 而且他跑去他家 為什麼還要從後門在那邊 為什麼我也看不懂 這是怎麼回事 好 那重點 這個是民眾黨說 我不是民眾黨員 我只是個評論員 我認為對民眾黨來講 好的狀態應該是 因為柯文哲現在面對這些事情 我剛剛已經舉好幾個例子 阿扁跟馬英九都一樣 你要適度的讓黨跟你做切割 所以蔡壁如講的是這個 那你就說蔡壁如現在是那個什麼顧問 不能 他絕對可以不要做台中市政府顧問 如果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我沒有我沒有辦法做印證 或許晚會知道 就去年選完之後就有講說 蔡壁如是不是當個秘書長 或者是都當一個副主席 那他就可以回來黨務 他就不用去台中市政府 我講二零二年立法委員選完之後 可是也沒有 所以就是一個他是一個沒有副主席的政黨 所以現在搞半天 到底誰要領導 我結論就是黃國昌領導 因為他是最有實力 而且他是立法院的總召 一定就是黃國昌 只是其他人要不要扶他 就這個 就這麼說 為什麼陳水扁都是案子 洪山軍動員是反陳水扁 對不對 然後陳水扁被起訴 等等 民進黨也沒有上街頭 我並沒有 馬英九不管怎麼樣被起訴 也沒有看到國民黨員出來反對 為什麼小草 為什麼民主黨一兩萬人上 人不少 為什麼這樣子 不然民主黨跟其他兩個藍綠 兩個大黨的性質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差這麼多 因為他們涉案的那個人的 本身的人設 沒有全部崩繁到這個程度 我覺得偉翰是一個很精明的評論家 在臺灣是首期一時 但是他剛才故意 不曉得故意還是怎麼樣 他把他講得複雜了 把他講糊塗了 有這麼麻煩嗎 有這麼複雜嗎 我覺得沒有 因為畢竟這是一人政黨 如果柯文哲沒有下令 沒有表態 沒有人敢動他 你同意不動他 沒有人敢動他 你覺得柯文哲糊塗到該表態 而不會表態嗎 不會 到時候根據法律 根據規矩 他已經完了 就不用他表態 但是不需要表態 但是非表態不可的話 他一定表態 那他表態了 自然就有人接班 那現在你看 你看這個黃珊珊已經停權了 輪不到他了 這個蔡碧如 有他的地位 你不要看 他是一個屏東來的副理長 他是柯文哲的奶媽 他是創黨的第二號人物 但是他會做黨主席嗎 我覺得不會 但是他他其實心裡頭想不想 我覺得他這個人是有很有份寸 很有進退 但是他哪一個林富男來作伴 表示他寂寞 表示他沒有把握 但是這個黃國昌何必講說 你有公務在身 你不能給我擋務 這個就不用講 這大家都知道 你何必講 不講也可以 但是同樣的道理 蔡碧如就趕快把台中那個十字無畏的東西 死掉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去那邊聖根 就是因為原來民眾黨要派 晚會去宜蘭 派你去台中 現在這個都沒有了 晚會在宜蘭的角色沒有了 同樣蔡碧如在台中的角色也沒有了 回趕快 明天就辭掉 事情就好辦 所以所以這些沒有 我還在這裡 沒有關係 這個是沒有那麼複雜 誰最後當黨主席 看信念嘛 不是看少人 坐少 一定是黃國昌 你看黃國昌那一天的群衆運動 平常講是成功的 他有板有眼 作為一個小黨 趴在地上等待 有一天再站起來的黨的領袖 黃國昌是夠格的 原來不分區兩年一換 到地方去選舉 現在還在嗎 有沒有到地方選舉 我沒有確定 但是兩年一換是確定的 兩年一換是確定 因為他們都簽了 這八個全部都簽了 可以改的 我要提一下 這個大家都知道 政黨就是靠明星 今天民眾黨就是一人政黨 就是阿伯 因為柯文哲他的魅力 他的光環 創造這個黨 所以一樣 你要有人接這個人 一定要明星 那你去看這個 現在民眾黨上面幾個明星 我覺得就是黃國昌來講 他現在是明星 立院總召 他現在直播的這個流量都很大 基本上來講有一定的聲量 一定的能量 他來做當然是比較負重 但是問題其他人可能想做 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這柯文哲他的指揮是怎麼樣 難道就要讓他這個應變小組 這樣誤勵誤勵 這不通啦 這樣子的話 民眾黨雖然我們不能夠 十幾個人不能夠來評論 可是這個對民眾黨發生 一定不好 你一定是這個柯文哲一定會面對司法會 纏鬆一段時間 這個黨不能夠沒有黨主席 好歹一個代理主席出來 這個人我覺得黃國昌的分量 他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而且是比較沉著起來的 白健 昨天第一次提訓柯文哲 穿了黃色的衣服 藍色的褲子 藍白脫去應訓 另外他們想撤返沈慶金 做污點證人 所以二度提訓 二度提訓沈慶金 沈慶金因為是老江湖了 十幾歲開始就在做 紡織品的quota配額一路 所以大風大浪也經過了 會不會就被撤返 不知道 因為本來在我們的法律 以前送錢是沒有罪的 行賄是沒有罪的 完全沒罪 後來他們說這不行 你行賄有罪 後來才改成行賄有罪 原來只有收賄的人有罪 後來說行賄 收賄都有罪 但是行賄的罪比收賄的小很多 收賄不得了 只是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非常重的 行賄就少很多 所以沈慶金會不會為了減刑 或是為了請他去招 我看不容易 因為這樣以後 他以後再送錢沒有人要收了 就是說變成一世英明 他的英明 他的在那個圈的名就毀了 所以他會不會我不知道 我認為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也是被 大老闆被壓了以後 就是不土 因為他一土以後 不知道多少官員要抓起來關 他就是不土 你願自己一個人承擔 也有人就土 這樣看起來副市長是想要 想要咬柯文哲 但是最有用的當然是沈慶金 如果沈慶金告訴你 我這個錢給誰 給誰 給誰 就咬死了 對不對 因為錢一定從他這邊出來 如果是行賄的話 所以檢察官也很希望 他能夠做污點證人 但是能不能成功 我看不容易 今天下午 他又提訓了映小偉 提訓了映小偉 因為映小偉問 你那4700多元到哪裡去 都你自己嗎 都給你男朋友嗎 會個500萬 沒有給別人嗎 還是你去發錢給別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到底他會怎麼回答 不知道 民進黨議員說 金華城的回饋的土地 映小偉也介入協調 所以看起來 他介入滿深的 另外柯文哲下條子 所以因為下條子 下條子 有的就是說快就好 不管怎麼樣快就好 也有的說不要犯罪 那到底是怎樣 好幾張條子 就條子不少 十幾點不一樣 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條子 另外周刊也說 朱雅虎與映小偉對話 好像說柯文哲有主動談金華城 他們現在就想說柯文哲 這是分兩部分 圖利部分 柯文哲有沒有指示 還是說這些官員自己去辦 柯文哲沒指示 還是柯文哲有指示 柯文哲有指示 就變成柯文哲要負最大責任 那是不是圖利再說 但這個案子就是柯文哲要負責 如果柯文哲沒有指示 又是聯當別論 另外就是行賄部分 有沒有人家的錢 有沒有好處 那是另外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是分這兩部分 另外剛剛講這個條子寫 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 不過這個條子寫 你也不能說從這個條子 就怎樣 快就好 這個怎麼做都行 有沒有叫你去違法 所以你要從這裡要去抓 你只能旁敲側擊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錢 錢的走向 錢到哪裡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有沒有拿到錢 我覺得這最重要 他們是說金華城有 快速通關的公文禮遇 就是快 公文快快快快 因為柯文哲講 快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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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趕快 另外當然也有些公文 是由柯文哲蓋章 所以一路都開綠燈 對於這個金華城 今天最新的新聞就是 聯政署約談的一個秘密證人 所以秘密證人到底是誰 我們看一下 涉嫌圖利罪被說要的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這已經是他在押的第六天 與其他被告一同走下求車 來到台北地檢署 而這也是他收押後 首度遭到北檢提訊 聽到問話 柯文哲沒有回頭 眼神直視前方 北檢這回把他找來 恐怕就是要好好查清楚 金華城岸的可疑金流 因為柯文哲一直都有 隨身攜帶USB的習慣 檢聯單位這回 從他的住家找到的USB當中 就有一個工作部記載 2022年11月1號1500審慶金 這個1500一度傳出 是不是指下午3點 但回顧柯P當天行程 下午2點到4點 分別在台北市大同區 還有中正區 辦會里長 根本沒有看到 審慶金的身影 這個1500是指什麼 北檢在下午 也約談一名前都更處 原姓副總工程司 和羈押中的吳順明 曾是同事 以證人的身份 協助離清案情 附訓兩小時後請回 如今傳出柯文哲和彭政生說好 又把容積率放寬的鍋 甩給都委會 表面上採共視覺 其實主席說了算 在柯彭兩人提訓的同一天 他被找來 也許掌握了重要證詞 意想怎麼看這個 這件事情其實說實在說不清楚 先講一下這個陳佩琪 因為最近周康也爆料說陳佩琪 他總共跑了銀行跑了60次 去存入這個ATM 每一次現金 從7.5萬到10萬不等 就是這樣用現金的方式去存 所以大家會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 因為正好他存入的時間點 都是跟柯文哲 無論是針對金華城 有一些重大進展 或者是跟沈榮青見面的時間點 所以總共包括分為兩次 陳佩琪是2020年3月10號到4月14號 總共34天當中就跑了ATM 跑了20次 總共存了157萬 之後 對不起 正好3月10號 也就是這個應小為跟柯文哲 第三場便當會 討論這個金華城 容積放寬的時候 結果後來第二次 又針對2023年10月到今年5月 又總共跑了ATM 40次存了462萬元 然後這個正好又是在 2023年9月30號 柯文哲跟沈青青 在他的豪宅密會之後所發生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這些關係 都匪夷所事 時間點跟金流 會讓大家覺得說非常非常可疑 但是我講一件重點 就是說 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第一個部分 就是針對容積率 到底合不合法的部分 其實我相信 至今民眾黨也說不出來 到底哪裡合法 這個兩層的加成 也就是法院判定說 等同於200億元的價值 到底他的司法性在哪裡 其實至今沒有人說得出來 因為都委會也找不到這個法院 至今都委會也找不到這個法院 今天邵秀沛 作為市府的相關官員 現在也被調查當中 他當時的這個 都發局的總工程師 後來變成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其實對這個案子是非常熟識的 他也承認說找不到這個司法性 所以之後要找創意的方式 讓他變通 讓他進行 但這個當然就帶到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從樓到尾 就是非常關注這個案子之外 其實一直在關鍵的時間點 做出一些非常離奇的決策 包括剛剛提到 有一個變遷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趙大哥提到說 他說怎麼做都行 快就好 其實這是前半段 這個變遷還有後半段 這後半段令人更加的可疑 他說公文的往返 不如大家當面來聊 大家會覺得說 你是否理論上公文的往返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公務員看到公文才能辦事 為什麼突然之間 針對精華承諾 就變成只能當面聊 而且當面聊談的是什麼 有沒有記錄 我想大家大家都清楚 所以我覺得這重點 還是回到柯文哲本身 現在柯文哲我覺得 當然他說要進見 他沒有辦法為自己發 但他面臨到最大的考驗 其實就三個字叫沈慶晶 因為從頭到尾沈慶晶 一定是最了解 包括錢給了誰 包括有沒有金流 甚至於現在包括 柯文哲的基金會 有沒有問題 我相信沈慶晶是非常了解 沈慶晶當然他現在年長 他有一些疾病所在 包括今天說疑似 他被推進法院的時候有尿管 所以到底他想不想坐牢 能不能坐牢 我相信都會是 檢方去釐清的關鍵 如果他願意轉污點證人 把這些相關的市政所供出來 去證實說到底有沒有金流 去證實說到底有沒有 直接有匯款 去證實甚至於說 到底為什麼 陳培起會在這關鍵時間點 有多達700多萬的不明金流 是透過個人的方式去存入ATM 這個可能就是柯文哲 未來要不要坐牢的一個關鍵 好不好 這個沈慶晶小沈 論功行賞 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又是相擁又是相送 2019年金華城席燈儀式上 前臺北市長黃大周亥 維京集團主席沈慶晶 這好交情眾所皆知 三年不到2022年10月19日 京華園區進行動土儀式 旁邊站的就是柯文哲 前一天北市府核發建造 容積率840% 只是週刊現在爆料 檢調取得維京政策 當年共編兩次總和約4.3億的公關費用 並稱黃大周和京華城 董事長陳玉坤都個別支領200萬 維京集團協力送坤人450萬元 時間點的巧合被懷疑是論功行賞 平面媒體致電黃大周他說 耳朵不好隨即掛斷 他的夫人林文英則駁斥說 200萬不可能 我們從來不拿這些亂七八糟的錢 黃大周前市長 在這個監委的調查報告也是支持560 而也被發現說 也到沈慶晶相關的基金會去擔任董事 京華城曾成功轉型為親子商城 最後仍沒落 沈慶晶不斷奔走判增加容積率 不過從別馬好到科的第一任期都不承認 商三容積率560% 至於後續的峰迴路轉 有打點 靠賞 後瀉 就待水落石出 主委 其實我們最近在評論 都是週刊上所爆料的 我不是很喜歡去談週刊的內容 因為第一個 他未經證實 哪一些真 哪一些假 我去分析跟評論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是議會的召集人 所以我只講我從公文上看到的東西 昨天揭露的那個所謂的調子 就是快就好 確實有那個調子 那個調子的由來跟時間點是怎麼樣 他並不是在京華城在推榮獎的過程之中 而是已經拿 已經那個榮獎案已經在都委會通過了 整個都市計畫書已經通過了 好了 按照那個都市計畫書 你要拿到榮基獎勵 你必須要履行一些承諾 因為當時的都委會委員 一直不想給京華城這個案子通過 除了司法性以外 最重要他就說你司法性也不對 你也沒有公益性 好了 為了掰出所謂的公益性 京華城就寫了說 好 我要幫市府鋪路 我要認養附身公園 我要給他一個800平方公尺的空間 就是他所謂的公益性 但是我想請問各位 你如果要給市府這些東西 來交換榮基 你是不是要給的是市府要的東西 你要跟市府討論過 我要去你家打掃 你給我5000塊 總要你同意吧 結果當時因為都發局 柯市長交代說要加速辦理 所以他們就沒有去問過相關的局處 沒有去問過公務局說公園處 新公處 你要不要京華城幫你做這些事 他幫你做這些事 大概需要多少錢 也沒有去問過產發局說 你要不要這個800平方公尺的空間 當你的清創或是什麼的空間 都沒有去問過 就一廂情願的接受了金華城提的 那一個所謂的對價關係 承諾 旅行承諾 結果等這個計畫通過都委會以後 金華城要實際去拿到榮獎了 他就必須要捐出那一個800平方公尺的空間 也市政府也必須要有人接受 要雙方簽下協議書 但是我們產發局不要那個空間 我們產發局 已經有很多這種清創基地了 他不要那個空間 他覺得那個基地又不夠大 然後又地點又不好 而且他們已經有很多空間 所以他不要 所以當時都發局 產發局跟業者之間 三方往來公文兩個月 就是我就不要 你不能硬給我 但是金華城就硬要給 要不然我拿不到那個容積獎勵 我沒有辦法履行承諾 所以柯市長就下那個條紙給產發局 說快就好 你們當面談 事實上大家之前一看到那個條紙 一定覺得很奇怪 容積獎勵跟產發局有什麼關係 就是因為這樣 好啦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金華城硬要給 產發局掙扎不要 然後市長交辦條紙來解決 所以我如果從這個看的話 我必須要說 從整個金華城容積案的 一開始的交辦 到結束 確保他拿到容積獎勵 柯市長確實都有身影在裡面 而且是處處留機 不管是財事也好 交辦也好 公文合章也好 甚至到了最後 他還要壓著產發局說 你就給我收下他這個公益空間 要不然的話 金華城拿不到那所謂的 城市貢獻的8% 那個8%也40幾億 包括我們的公務局 我後來在這個調查小組裡面 也有問到 你真的需要有人幫你鋪那個路嗎 人行道嗎 你真的需要有人幫你 認養富盛公園嗎 公務局也是 點點沒有回答 因為他們事先都沒有被 徵詢過意見 所以我覺得 金華城到現在 我還是維持我最初的心證 就是圖利無遺 收匯代查 有沒有收匯 這是檢調的責任 可是確實是 有人拿到了一個不正當的利益 不管是100億或200億 而市府確實做了很多 異於常規的處理 好吧 這樣比較清楚了 否則我當時看 怎麼做都好快 周情快調 我這是什麼問題的 這是一個很中心的講法 按照書會這樣講 原來慘發局不接受那800平方米 還800平 800平方米 800平方米 差不多就將近300平的空間 柯文哲你快調 意思是你趕快接受吧 對 他要接受了 公務員來往兩個月太久了 大家坐下來談一談 大家就兜在一起了 所以看起來是這樣 什麼叫做1500 因為有媒體說柯文哲被爆料 收回1500 1500萬 主要因為在柯文哲的USB 隨身碟裡面 收掉一條審進金卡 1500萬的紀錄 是怎麼寫的 說2022的11月1號 小審1500審進金 這當然滿奇怪的 其實你如果寫小審1500 其實也就知道審進金了 1500審進金 需要這麼複雜 小審1500審進金 到底什麼意思 而且不懂什麼意思 這是不是就表示收錢 不知道 還是說收了一千五百分一定要記下來 才不會忘記 不知道 減蘇培說 這是具體精華動工典禮 只有兩個星期 所以時間太巧了 因為最近一直在傳 所以這個消息是地檢署傳出來的 所以地檢署今天發了一個新聞 我倒很少看到地檢署發這樣的新聞 他以前只是說 這個消息都不是我放的 今天很特別的說 他已經用他治案 用他治案來查 他說本署特使重申 絕對沒有洩漏任何偵查內容 給特定媒體 也沒有假借媒體放話 或圖利特定媒體的情勢 所以我們今天9號 已經分他治案調查 由相關人員涉及不法 早就該做這個事情 每一次只要有外洩出去媒體登 就應該查 當然如果每次查都查不出來 那大概會下入地檢署 你根本沒有查 所以我們先看他查的結果怎樣 看有沒有結果 你本來就該查 因為這影響到你的名譽 你每次都不在乎 真奇怪 每次就跟人講 被調查人講說 這個是我們是偵查不公開 所以絕對不要講 然後第二天第三天 媒體都出來了 那這誰講的 會不會很奇怪 然後地檢署有事 不是我講的 那去查 查是誰講的 有那麼困難查 你們地檢署不是專門幹這個事 去查人家嗎 好 小省1500審進金 還不是1500 小省1500審進金 什麼意思 郭正恩說是有點故意 他有可能是下午3點 不知道 3點要見面 時間感覺還比較合理 小省要來約會要見面 有所謂就是說 台北低檢署天下第一檢 變成天下第一大嘴巴 很多事情你喜歡去講 那華耀明說 這是3D記者說溜嘴的 這記者怎麼講很有意思 記者說 百分之兩百 我有百分之兩百的可信度 因為這一條檢調的線 他已經經營至少有七年 這個線不是說他這個消息有七年 這條線他經營七年了 這個跟檢察官 或者裡面的什麼檢察事務官 有七年 所以這個人告訴他這個消息後 他有去跟不同人進行查核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查到了他覺得 百分之兩百可信 他認為 所以定檢署現在他正要查 第一個把3D記者找去問 你那七年的線是誰 都講得很清楚嗎 然後從這個線去查 而且他就害到了他那七年的線 而且消息不一定是3D 搞不好其他媒體也有 都能查一查 而且那整天放話的週刊 還沒有在內容 黃國昌說有人違法 檢調一人沉睡 都不去查 都去查 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十年前柯文哲 接受TVBS專訪 看得出來柯文哲 都把重要資料放在USB裡 即便晚回家也要回去拿 如今金華城案傳出簡聯 掌握疑似柯文哲 與審慶經的關鍵經流證據 就藏在一紙USB裡面 難怪柯文哲無保請回隔天 耿耿於懷 不管是硬流USB的全部收走去 柯文哲就連手機 都被剪掉扣走 令他最擔憂的 是裡面的黨務機密 萬一被民進黨掌握 恐怕被拿來毀滅民眾黨 尤其民眾黨質疑北檢 把偵查內容洩漏給特定媒體 不免也能懷疑北檢 會把柯文哲手機裡頭的 弊案資料洩漏給執政當局 藉此提前湮滅證據 而柯文哲仍在看守所的第四天 前總統陳水扁 曬出和他積壓前的合照 連書寫下醫師照顧受刑人 同為天涯淪落人 言下是否抗議司法不公 體殼鬆暖 背後含義耐人群味 好 這邊的意思是說 柯文哲自己很重視USB 所以重要的事情 都記在裡面 然後又傳出來 他USB有一個小審意見物審慶金 永平 什麼意思 我昨天在戰情四位 坐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就講 我第一時間看到這新聞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時間 因為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我進到市政府工作之前 我只要寫到時間 我一定會打冒號 可是進到市政府之後 我就完全被同化了 因為那個冒號就自動刪去了 因為所有的人 給我任何的文件都是 1500 1600 1200 1100 然後等到我離開市政府的時候 我又回到我原來打冒號的習慣了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真要講市政府 大家共同溝通的方式 我就必須說 那個時間的機會真的比較大 可是當然就會有人質疑說 時間為什麼要寫在Excel檔什麼的 剛才鳳星就講了 你漏消息 你就只漏那一條 你也沒有前後文 也沒有上下語 然後你漏這種消息 這什麼意思 你出來這樣誤導別人 要做什麼 我們是一直等到他起訴了 起訴書裡面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他家 他岳父家什麼 竟然有去搜索 然後得到了多少什麼 現金什麼什麼 我們才了解這些情況 是從正式的起訴的公文書 可是你楊文科 人家還現任 還正在新竹縣做縣長 你這樣羞辱他什麼意思 你上午去搜索 下午照片就出來 對不對 你對柯文哲也一樣 你根本都還沒有找到 金流的證據 到處就放話說找到找到 然後今天還要用綠媒 出來講說 用王牌檢察官進來查金流 這真的不是此地無遺三百兩 自打嘴巴嗎 昨天我認為最關鍵的是 剛才趙先秀出來的 地檢署今天9月9號的新聞稿 說1500審慶金 這一個部分要分案 他要自清 他要做他自案 下去偵查 這件事情當然也是 這幾天大家拚命的呼籲 可是我認為 為何會在今天 9月9號星期一 發布這個新聞稿 因為昨天晚上 民眾黨小草集結 造勢成功 人數夠多 然後震撼力夠強 這個時候檢察官就知道說 慘了慘了 如果還要繼續搞這個事情 還要繼續創造氛圍 還要讓大家先好像壓人取貢 一定他會翻車 一定會翻船 所以他今天才趕快出來自清 可是我必須說 柯文哲的案子也好 楊文科的例子也好 你檢查不公開的這個問題的調查 分案調查 豈止是1500審慶金這一個案 對不對 北檢要不要調查多幾個案 好不好 金流有什麼問題 因為金流非常重要 我只是好奇說理論上講 壓柯文哲 如果說因為認為他收賄 你金流早就應該調查清楚 那才有證據 你現在金流沒有調查清楚 你就壓人 就感覺有點壓人取貢 到底是不是特定媒體 原來是最早是一家 但是大概被人家罵久了 現在有三家 今天又跑出一家 因為今天早上記者問我說 另外一個什麼傳媒 反正就是看起來比較多一點 免得說只剩一家 特定媒體掌握獨家消息 陳佩奇說 這是超家滅毒 超家滅族 風吹草動 被關罪名 他說我也無從反擊 你要反擊誰 另外現在是說綠減媒 就是民進黨黨減媒 一體來辦進化成案 朱立倫說 誰會相信台灣的司法公平 另外賴清德以前就援助 聲援陳水扁 說不應該壓人取貢 所以民主黨的秘書長說 現在時空變形不同嗎 此一時爺 彼此爺嗎 當時可以聲援 現在不能聲援嗎 NC現在遂到13件申訴 13件裡面 柯文哲的小省的1500相關就有11件 三例裡面就佔了10件 靜電是有一件 NC說會按照程序查證 到時候有問題可以罰20到200萬 那麼另外張祺凱說 NC預算應該都刪 說為什麼余北城爆料 翻車NC也不作為 也不去管他們 也不去好像都沒事似的 另外民眾黨先要啟動 12場全國的宣講 要聲援柯文哲由下而上 要遍地開花 從星期天晚上開始 就又有集結活動 包括上個星期天 然後可能接著今天決議 接下來各地會繼續展開 形式上由下而上 另外陳志涵因為去講新竹兒童院 所以說全台灣的融機獎勵 是不是要一體來檢討 另外新竹馬西亞兒童院院長 叫翁順龍 他說兒童土地的是市府與市民 不是跟金花城一樣是給財團 大家也認為說民眾黨是不是 唯為救趙 就是說唯新竹兒童院去救柯文哲 救金花城 另外不過也有說 的確他雖然出手倉促 但是也點出問題 點出什麼問題 就是說 縱使新竹兒童院容積與法 並無不合 但審議過程如果涉及不法 還是應該依法調查 而且這個案子在新竹市議員檢舉後 一直擺著不動 程序不演 這不是跟超市一樣嗎 超市有人去告 放了一年都不去處理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就是要檢視司法有沒有雙標 所以你不管是圖利誰 圖利公家 圖利個人圖利 但你整個檢視的程序 都要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 柯文哲涉犯圖利罪 各媒體都有報道 只是關於柯文哲 1500跟700萬的金流 NCC說一共收到13件申訴 看開民眾檢舉內容 都是質疑報道是否違反事實查證 NCC說若真違反 可依未光法開罰20萬到200萬元 只是NCC的表態 會不會跟民眾黨的嗆聲 有關係 畢竟立元新外期 國民黨人定調 繼續跟民眾黨合作 尤其柯文哲爆出爭議至今 朱立倫挺柯的心沒變過 都是希望司法在民主國家 是能夠公平正義的代表 而絕對不可能 也不可以變成統治者的一個工具 陳水扁的案子從政治開始 最後是從政治結束的 只是因為他當過中華民國的領導人 他的案件到現在都不了了之 所以對於司法這件事情 我們如果認為就是說 政治是不重要這是錯誤的 他是一個黨主席 他是一個指標性的案件 我只在乎就是說 比利元原則到底是怎麼抓的 當然在看待 就金華城這個案子 他先天上面他有兩個弱點 這兩個弱點會使得 大家看這件事情容易被毀 一個就是 因為他是威京集團 沈靜晶形象不好 這很現實 就是牽扯到沈靜晶的事情 基本上面不會有人想要去 多花時間去為他辯解 不會有人想要去在沈靜晶的 相關的文章去梭理 倒不是採大器所在這個人 做作風的問題 可是法律不應該是這樣處理 第二個就是說 今天就算去檢討 今天柯文哲 市政府 柯市府 有沒有對於金華城有圖力 他的對比的對象 也應該要稍微的有針對性 就是你去拿馬接醫院等等 這些來做對比 去討論一些程序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對 因為從一個一般的民眾 去理解這件事情 乃至於要對於這件事情 產生一個比較正向的理解 同情 你就應該去找出一些 同樣的是針對私人受益 譬如說國賓飯店 高雄的國賓 高雄的國賓 當然可以好好討論 他所露出來破綻還不夠多嗎 他所露出來破綻光是兩年 不要告訴我 他已經三十幾年 所以他就危老 我說了台北市四十年以上的房 房只有百分之四十幾 那這麼多的比那個 比國賓更為更老的 多的是何況國賓飯店 我都住過 你要說他是危老 我告訴你在他差以前 你走過他旁邊 絕對他是一棟 你一定認為他是一棟新大樓 沒有任何危老 他也沒有什麼地震方面的問題 那容積放到這個樣子 不要因為他是高雄市 高雄市的媒體 對這種事情 基本上面也不太深究 所以不了 但是如果說 要對比於金華城的案子 就是要找像國賓這種的Case 出來討論 大家比較容易對焦 不要用散彈槍的方式 亂槍打鳥 柯文哲這個案子 因為從頭到尾 連最後積壓的時候 你從法官的裁定的積壓 的御令積壓的那個理由裡面 他都告訴你他沒有金流 他的三點理由 他都沒有金流 他的積壓的理由 只有第一點是承認的 就是我就是認定你執法犯法 那個理由是積壓的 後面都是在告訴你說說 我擔心他會有滅陣 中國的圖案 串貢逃亡 那個都是法官的心證 所以在所有的即使到了法官 已經裁定羈押了 那跟鄭文燦是完全不一樣的 裁定羈押的時候都沒有金流 所以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討論的空間 為什麼會讓今天臺灣民眾黨 即使每天都有都有新聞 衝著柯文哲衝著臺灣民眾黨 可是臺灣民眾黨 當他要去把這件事情 用一種比較的政治性的方式 尋成一個抗衡的基礎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這個社會對台灣民主黨 對柯文哲是有同情力量的 這個同情力量 不是在法律面上面了解多少 而是覺得這個政治面 似乎失去了比例原則 就是沒有金流的情況下面 你辦得好像已經抓到他收錢 這個大家在理解上面 就有困難了 所以從上個禮拜 你看到小草 因為對民眾黨來講 我也能理解 雖然我不鼓勵這種方式 可是當今天大家對司法不信任 司法不信任 同時當柯文哲案子在辦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大法官的名單 鬼會相信你司法 你看到那個大法官的名單 根本就是在玩弄玷污 任何對司法有一些起碼敬意的人 因此今天不要去討論 就是說我們要尊重司法 我們要尊重就是說 這個檢察官的這種辦案 不要來這套 只要是眾所矚目的案件 他是一定要接受檢視 在任何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體系 裡面都一樣 這個案子裡面 他當然有公關的成分 他當然有媒體操作的成分 某種程度上面 你說有一些記者很努力 所以他總是能夠打聽到一些消息 我在新聞工作 我們新聞工作久了之後 我們知道記者努不努力 當然是有差別的 可是你如果騙我們說 我們看不出來那個是放話 那你也真的太在低估 那就是放話放出來的 所以跟什麼七年 養了七年的線無關對不對 我要放給你就有 當然是需要 你養四十年也沒用 當然偶然無關 所以說 我要把你放進去 就算的 所以說 有位置人 先說 要保存在 我們都把那個 就算是沒有